纵横我国歌坛40载心脏病逝世的罗宾在首都富贵青年馆社林 从昨天下午4点开放民众瞻仰后 就有不少歌迷陆续抵达致哀 面对偶像的离世 歌迷们深感不舍 强调罗宾的歌声为他们带来欢乐 也是慰藉心灵的良药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听到他唱那种别悲伤的歌 人又觉得哇会很感触咯 人听的话唱的比较快乐的歌 人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小时候爸爸整天开他的歌给我们听 我们听到很好听他的歌 一直来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喜欢听他的歌 所以爸爸其实也 我们也唱这个歌给他听了龙苏夏 非常感谢罗宾他的歌 一路来都陪伴我们一起成长 罗宾大哥谢谢你 你的确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你一路好走 2016的时候很可惜我没看到 在银顶的时候我没看到他的眼神 所以我信了 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去看 而且永远的怀念罗宾 隔着唱片听歌的歌迷已经难言不舍之情 曾经和罗宾共事的音乐人的悲痛可想而知 同为新年专辑八大巨星的谢彩云旧大赞 罗宾是一位风趣又会照顾旁人的长辈 我们公司的宣传部经理有跟他说 我们公司有一个新晋的歌手住在阿洛斯大 大家就过去那边跟他打一声招呼 他很热情 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请我们到海边的一个小餐 就是那个餐馆里头 他是一个很温暖 很会制造一些欢乐气氛 给我们很多方面的一些好像帮助 明早十一点罗宾将举兵 最终长眠在沙亚南富贵山庄民工 而他留下的美好歌声则会 继续回荡在大家的心中 八度空间陈明杰吉隆坡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坂